好 下面我们来深入研究一下这个object内建的这个real flow的物体 我们说内建的real flow物体与外部3D模型软件导入的这个物体的话 它俩的区别就在于这个3D软件中导入的物体 它有这个动画 有这个3D软件中做好的动画 包括3D软件中做好的变形 这个是real flow中这个默认没有的 但real flow中能不能也做出这个物体的动画和变形来影响real flow里的物体呢 我们说完全可以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将场景中所有的物体删除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建立一个sphere球体 再建立一个cube立方体 我们调整一下cube立方体的大小 我们将它的scale值给到0.1 让它薄一点 同时呢 将它的这个位置呢 往上提一点 往 我们把球往上提一点 提到这里 把这个cube大小调一下 比如说scale我们给到3 这个0.1 这个3 OK 现在我们就做好了一个地面和一个球体 我们现在首先来看一下在这个max这个real flow内置的物体 它如何实现这种钢体的动力学 也就是让它有动画 然后再让它有变形 再看看柔体的制作 首先我们先来选择当前的这个球体 我们将它的dynamics改成rigid body 然后弹出的rigid body中 我们将它外形设为sphere dynamics motion给到yes 让它有运动 它现在的质量是252 OK 我们先不要管它 然后物体的摩擦力是0.7 弹力是0.7 我们选择地面 同样将它dynamics给到rigid body 外形是box 它不动 我们不让它动 把它dynamics motion给到no 我们现在在场景中创建一个gravity重力 这个重力不仅对real flow的流体粒子有影响 对钢体也是有影响 OK 现在外事具备了 我们可以看一看模拟的效果 我们将当前的效果进行保存 这个时候它会让你输入一个工程文件 我们随便起一个名字 比如说 呃 悠悠悠 OK 好 我们模拟 大家看 这个钢体球就掉了下来 与这个物体发生了碰撞 OK 停止模拟 按下零件 拨到地零帧 从头播放 大家看看 这个效果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零件稍微有些慢 我们按下9件 这个稍微快一点 大家看 这就是real flow 内置的物体 如何来实现钢体的动力学崩撞 这样它就有动画了 那么 此时 如果我们reset一下 然后 按下8件 将它切换为线框显示 创建一个发射器 我们要一个 天充物体发射器 fail object 我们选择 要天充的物体 就是这个球体 然后 点击天充 可以看到 在场景中 最大化前视图 这个球体已经被粒子填满了 我们觉得粒子数略显少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将resolution给到5 然后 重新天充 关闭 打开 我们不需要这么多粒子 我们将 fail y ratio 给到0.7 大家看这样只填充了球的一部分 0.5吧 只填充了y轴 一半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有没有很有意思的动画效果 模拟 大家看 里面的粒子 跟着球体在下落 在碰到底部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里面水的变化 大家看 水产生了非常有意思的 这种运动的效果 非常的漂亮 也就是说 虽然外部的3D软件 能制作出这种动态的效果 导入到RealFlow里 那我们看 如果我们使用RealFlow内建的物体 一样可以创建这个钢体的动力学动画 让物体产生这个动画的效果 然后让它影响到粒子 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OK 好 我们等它模拟计算完成 这里我们不需要那么多帧 我们就需要100帧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我们物体 内建的物体 与这个流体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 那么一会我们再来看一看软体 软体也会产生相互作用 我们再来看一看 OK 停吧 我们将整个模拟时间段给到100帧 然后拨到地零帧 重新计算 重新播放 大家看 非常漂亮的效果 那么粒子也会影响到球体 球体也会影响到粒子 球体影响粒子 是不让粒子出来 与球体碰撞 那么粒子影响这个球体 会让球体有一定的运动 大家看 它会有轻微的左右摆动 OK 好了 我们将当前的效果 reset一下 然后我们选择当前的这个 fail object 我们将它 node里面改成inactive 不让它起作用 再次模拟的时候 大家看 这回球体跟地面产生碰撞 而粒子不会产生 这个任何的动力学模拟 我们将它inactive 失效了 我们选择这个球体 在这里 我们要在dynamics里 rigid body 换成soft body 这样它会是一个柔体 那柔体下面有soft body的卷展栏 那我们来看看soft body卷展栏的 这个使用方法 我们现在先来存一下盘 来模拟 大家看柔体也会掉下来 注意它跟钢体碰撞的地方 大家看 自身产生形变 但这个形容很难回去了 reset一下 大家可以仔细观察 这个柔体的这个卷展栏里面 它这个质量 我们就不多说了 但是它底部的这个stiffness 这个叫硬度 这个硬度值 我们稍微给它高一点 我们给它三 来 再来模拟一下 看一看硬度给高了 这个柔体的变形效果 我们要的效果是有一定的变形 然后再弹起来 大家看这样就好一点 但是呢 它底部这个变形还是没有解决 这个自碰撞 我们把它打成yes 就是self collision 再来存一下盘 再次模拟 我们看一看自碰撞 对这个柔体的效果影响 大家看 还是导致了这个模型的变形 OK 我们reset一下 然后我们将自碰撞先关闭 好 这个硬度值给的再高 你比如说我们给到50 再次模拟的话 大家注意看 这个球体与地面碰撞的时候 还会有变形 很难弹回来的这个效果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 damping值 能不能对这个效果 进行一定的这个修正 damping到阻尼 那么这个值越高 那就越难回到越来的状态 我们先给它0.1 来看一下效果 我们给到0.1 再次进行模拟 这次模拟的速度明显 比刚才慢一些 大家注意看这效果 也不会回来 reset 把这个值得给高一点 我们给到10 好 再来模拟 我们硬度给到很高 阻尼值给到很高 来看一看它有没有影响 大家看 当你把阻尼值给高的时候 这个变形的效果 基本上就维持原样了 OK 好 我们现在reset一下 再次调试 将硬度值给到20 阻尼值给到15 再来看一下 那大家看 这回呢 变形还是有一些不够合适 我们还是用原来这套值 好了 那我们现在看一看 这个物体如果是软体的话 它就会变形了 那刚才我们已经看到 钢体的这个运动 对粒子的影响 现在我们看看 柔体的变形 对粒子的影响 当然这个柔体也会运动 OK 我们现在将fill object 给它直接打开 选择active OK 我们现在来simulate模拟一下 大家看速度还是非常慢的 我们这里看一看 是不是碰撞距离的问题 我们选择当前的柔体 在它的这个 particle interaction里面 我们将碰撞距离改到0.2 0.1吧 OK 再来看一下 我们看到碰撞距离有些大了 0.01 reset一下 这回好一些 这回速度还可以忍受 就说碰撞距离的大小 因为粒子要考虑到 跟这个柔体边缘的碰撞 所以这碰撞距离的大小 对最后的这个效果 是有很大影响的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效果 主要观察里面的这个 粒子 OK 大家看 到了这个变形的地方 速度肯定会慢下来 但是效果还是可以的 当然由于这个底部的变形 导致了有一些粒子 从底部飞出来了 这也是碰撞距离太小 导致的这个原因 当然如果要是出来的话 我们也可以使用 其他的方法将它删除 或者是呢 我们让它 地面的摩擦力大一点 让它呢 直接在这个地面上停留下来 这都可以啊 但是它如果像这种情况 一直没完没了的往下落的话 那么会极大的影响我们计算的速度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赶快亡羊补牢 加一个k volume 适配一下当前的场景 场景有些大 适配一下物体吧 OK 这以外的例子 我们再给它宽一点 好 比这个地面再宽的 全让它去死亡 好嘞 好 高度我们再高一点 因为它球可能稍微再会往上弹一点 好了 这时候我们可以安安心心的模拟了 大家看掉到外面去的这一单个例子已经死亡了 我们只需要观察水的运动就可以了 这个水会影响到当前的这个柔体的运动 当然尽管计算速度比较慢 但是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完成了当前用real flow内置的物体 来实现钢体柔体 并且将钢体柔体 与当前场景中创建的流体粒子的相互作用的一个展示 那么这里呢 也就是说 在real flow里面 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个运动和变形来影响到流体粒子 但我们发现 当前的real flow里面能够内建的物体 它的外形比较单一 如果要是有特殊外形的话 那么像不像是这个这么简单的球体 或者立方体的话 那这个效果实现起来就比较困难了 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把这个重点放到max中 如何在max中建立了这个运动的物体 包括变形的物体 导到real flow里来对它进行的影响 这个呢 才是我们这个 讲解的时候的一个重点 OK 我们先让它模拟一段时间 然后等它模拟的效果差不多了 我们给大家播一下 再来看一下外来物体的导入方法 那么趁着当前呢 它在这个计算 我们这里给大家先讲解一下 这个外来物体 我们一般都是在3D软件中建的模 比如说max或者玛雅 那么完成了这个物体的动作设置 比如说让它有移动啊旋转啊 包括这个物体的次物体级别的动作 比如说对它顶点做动画 对它的网格的面做动画 那么后者我们说的这个顶点和网格的面 就是它的所谓的变形动画 Mesh Deformation 当然我们也可以在max中使用reactor 柔体来制作出这种柔体变形的效果 也属于变形网格的动画 包括一个角色的模型 它使用了Moufer变形器的修改器 给它制作的这个表情动画 也属于这个Mesh Deformation OK 那么realflow可以读入来自其他三维软件的 这个SD格式的场景 注意是SD 因为SD这个格式呢 它是一种realflow跟其他三维软件中 进行数据交换的一种必备的格式 这种格式它可以包含这个物体的动画 那么它可以跟realflow进行交互的这个软件呢 包括max maya lightwave c4d 等等 那么 比如说我们也可以不用SD格式 将模型导入到这个realflow里来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3DS 用DXF OBG LWO 等等的这些格式都可以 但是这个SD格式啊 它是realflow自己的格式 它能够保证这个 我们这个场景数据传输的时候的正确性 所以呢 在讲解的时候 我们尽量使用SD格式来完成 那我们说当前的一个realflow的场景呢 只能读入一个SD的文件 如果我们再读入新的SD文件 需要先将之前读入的SD文件给它删掉 或者先前的读入的SD文件会被自动替换 所以呢 场景中如果需要所有的物体呢 必须都保存在同一个SD文件里 中途这个物体是不能加进来的 那么我们在实际制作的时候 有过这样一个小技巧 就是说如果这个球和这个立方体 都是我们在Max里做的 我们还想再导入一个小的花盆放在这里 那这时候我们只要回到Max去 直接将加入的花盆与原始物体一块选择 再输出一个SD文件 也就是说原来的那个SD文件被覆盖掉 这样的话 有些情况我们进入 再进入realflow的时候 这个花盆已经出现在这里了 这是一个自动替换 但是有一点需要提醒读者注意 就是你如果自动替换进来的话 像这些物体在realflow中进行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设置 包括粒子跟物体的交互距离了 包括这个导入进来物体 在realflow里制作钢体动力学属性的那些参数 都不能再保留了 也就是说你如果在3D软件中导入出了导出一个SD文件给realflow 设置好了这个导入来的这个SD文件的各个参数之后 如果你觉得少了个东西回到3D软件中加入那个东西再统一导出 那realflow会及时更新 但是更新之后它的参数就不会及时更新了 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大家需要记住 那么realflow在早期版本里 它提供了一个ASC 就是ASCMAR的一个文件格式 后来它被取消了 为什么呢 因为ASCMAR这种格式它是不带动画的 那么带动画的是SD格式 后来SD格式被realflow官方的发展的 越来越完善 所以它本身就又又可以带动画 又可以不带动画 这样的话ASCMAR方式就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了 这就是现在为什么我们导入物体只有SD格式 没有ASCMAR格式了 那么导入SD格式的时候需要注意的 就是在这个SD格式里面呢 我们需要在三维软件中设置好 它是输出的单针 也就是我们说静止的模型 还是输出的一个动画序列 带着动画的模型 比如说输出的这个带动画的序列 物体本身有位移动画 旋转动画 缩放动画 就是说变换动画 或者是这个物体 它有这个变形动画 Match Deformation 比如说软体 比如说变形器 加过的这些东西 那么我们说在这个 Max里面都需要给它进行 关键真的 这个一个时间段的输出 这样才能保证你输出的模型 是有动画数据的 这是我们需要给大家 在讲解一会儿这个外部导入物体的时候 先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注意的一些事项 那这里我们最后提醒大家注意的呢 就是我们在保存三维软件中导出的SD格式文件的时候 千万不要用中文 不要用中文的含义 就是要把这个SD文件放在合适的这个位置 什么叫合适位置 就是RealFlow的工程文件位置 工程文件绝对不能在它任何一集目录里面有中文 而且导出的物体本身它的名称也不能有中文 如果有中文名称的话 导入进来 在这个里面 Note面板里显示出的是乱码 如果我们导入 把这个物体放到了这个一个中文路径下 那么RealFlow会提示你导入错误 很多读者没有事的时候 就愿意将这个物体直接在Max中导出 放在桌面上 大家想想桌面它也是中文 所以不行 也就是说大家要牢记一点 在RealFlow的制作流程中 一定要杜绝中文 OK 好 现在这个东西也基本上完成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最终的这个结果 OK 报道地灵阵 播放的话 大家看 由于底部的还是有一些变形的效果出现 所以呢 这个粒子呢 还会从这个里面往外流一些 但这个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我们来看看 这个柔体也有了轻微的变形 水的每次运动都会影响到流体的变形 让流体轻微的旋转 OK 好 这就是我们给大家讲解的关于这个内置的物体 它的动力学的动画 包括钢体的柔体的变形的不变形的等等 好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导入模型 它的动画和变形效果 对RealFlow流体的影响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